喝酒跟客人交往比较好拍 还是动作戏去跟那个 拿被枪抵着头好拍 那喝酒啊 我觉得姐的动作戏很好 一个巴掌声会打 我的动作戏是属于家庭纠纷 家暴旁明 感觉很顺手 不是第一次的感觉 别太久了 很多明星在结婚之后 就会传出各种婚变传闻 尤其是一些不太被看好的明星夫妻 更加容易被造谣分手 对于这种事情也都已经屡肩不鲜了 林心如和霍建华结婚时 就引发不少热议 更是由网友觉得两人日后会分手 因为在举行婚礼的时候 大家发现霍建华全程面无表情 在结婚这种大喜的日子 近一点笑容都没有 婚礼现场林心如 俨然一个嫁给白马王子的桥段 从一世到晚宴 整个过程眼里一直闪耀着幸福的光芒 当霍建华却依然大板黑脸 更有传闻称时被林心如逼婚 因为那时的林心如 已经有几个月的身孕了 对于这一对的感情网友们 还是比较质疑的 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存在爱情 自从两人结婚后 就时不时会冒出婚变的传闻 还曾因为在街头闹别扭而登上热搜 实际上小夫妻过日子 哪有不磕磕绊绊的 而不管外界如何猜测 霍建华和林心如都很少出来辟谣 也极少出面表态 虽说在外界看来 这对夫妻并不是那么的恩爱 但私底下他们却是过得十分甜蜜幸福的 林心如也曾在节目中大声说出内心话 嫁给霍建华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 而近几年林心如似乎存在着不少争议 此前有媒体爆料称林心如隐瞒了19年还是被曝光了 此消息一出令人很是震惊 名叫唐继理 两人是通过一部影片认识 在相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互生好感 之后便走到了一起 两人相恋八年并且还同居过 甚至早就领证了 只是一直没有公开罢了 而之所以分开是因为林心如发现唐继理出轨 而且出轨对象还是林心如的好闺蜜 一个是爱了八年的男人 一个是最好的朋友 这样的事实也让林心如彻底看清了 最终选择分手 当然这些事情也只是媒体的报道 林心如本人并没有出面证实过 至于网友提到的霍建华在婚礼上黑脸一事 其实之前霍建华就有在节目中回应过了 他称只是觉得自己笑起来不好看 所以婚礼当天并没有展现出太多的笑容 就是怕上镜不好看 但没想到自己干脆不笑的决定 会在日后被网友拿出来如此大做文章 他才不得已做出回应 表示是网友们多虑了 霍建华还表示对于不善意的评论 如果回应的话 那就代表我的双伤跟他们一样低了 接着他补充道 看待这些事情我要有这种心态 那就是双伤始终比你高 我不是很会拍照的人 所以我开心与不开心 我都是只会微笑这样 就感觉好像有心事一样 对对对 所有的闺蜜们幸福的一大户 都怕她的脸嘛 你们那么开心干什么 是我娶老婆 是不是这个 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会拍照的人 到现在人家要合影什么 我都是一号表情 我不会拍照 真的啊 我不会拍照 我从小就不会拍照 但是那个婚礼还挺好的 对啊 没关系 大家平平愿安就好了 两个人在一起组建家庭 合不合适只有自己知道 低调的生活方式 也许会引来各种猜测和质疑 但不回应不代表不相爱 在正确的时间遇到正确的人 这句话用在霍建华和林心如身上 再合适不过了 认识十年的友情 更让他们彼此了解 这个感情的种子 在多年的相知相伴中 得到了灌尬和滋润 终于有了开花结果的一天 而两人选在5月20日这天公布恋情 更代表了他们对这段感情的重视 两人在各自经历几段感情之后 再次在爱情这条航线上重逢 已经能够成熟 驾驭自己未来所想要的生活追求 这样心态下在一起的两个人 维系他们的已不再是 各种择偶条件的简单累加 而是深思熟虑后的信任和依靠 祝福他们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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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